可欣 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海米蒸鸡蛋 其实做这个菜特别简单 就是鸡蛋 有两三个就可以 海米得稍稍泡一下 为啥 因为它是干的 将海米 几颗粒状就可以 不要太碎 里面如果有虾皮的话 我们要去除 泡好了之后 我们打鸡蛋 鸡蛋打散了之后 然后这个鸡蛋液 有的人愿意往里加水 有的人可能就这么干着就蒸了 我觉得加水可能会更嫩一些 再有一个我强调一下 这个鸡蛋液 如果能够拿非常非常密的筛网 过边筛子 过边筛子 然后这个鸡蛋液蒸出来 就像膏一样 就像这个雪花膏一样细腻 没有那些网眼 不然它可能会显得有点老 水加多少因人而异 主要就是为了让鸡蛋羹看起来 更滑嫩 更好看 最好的做法其实是拿筛网过一遍 然后就把这个海米加到这个鸡蛋液里 搅拌均匀 取一个长口的盛器 将蛋液加入到盛器当中 好 我们现在呢 蒸锅上火 旺火足气 然后在小蒸锅上 隔水 盖盖 蒸好 这个过程啊 是避免水蒸气落入到蛋液当中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计时了 上气以后 旺火足气 蒸至十分钟 好 现在呢 时间到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看一看 蒸得怎么样 非常的嫩 非常的鲜嫩 而且呢 敲动这个碗边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在颤抖 临出锅的时候 条件好 加点香油 我们那时候是加香油 现在是往里加什么呢 加蒸鱼齿油 海米那本身它就有咸味 就没有必要再往里面加盐了 淋上点齿油 淋点香油 提提味就行 今天的这道海米蒸鸡蛋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